刚才讲说别的医院失败了9次 试管婴儿 或是80次都没有成功 那为什么博恩妇产科 能够一直成功的刘小姐 她在指两科就两个双胞胎 那最近才把双胞胎来 还有不知道哪里的名产过来 那她的眼皇亲戚 其实是在参攻妇产科 王家伟一只 现在在台北开业 丁杠五秒 现在会杠五十秒 但是她没有去台北 试找她的亲戚来找我 一次成功 我们先打针七轮冷冻胚胎 总共有十一颗卵子 十颗受精九个胚胎 那我们分成两只动 三只就是六只 三只这个是4A三颗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动 她本来要切片 后来就放弃了 那38岁 我们逐日两个 在三次中 那她问我说 为什么别的医院失败了八次九次 而且这两家都还蛮有名气的 为什么不会成功 博恩副产科一次就能够成功 关键在于三个 逐日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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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说 博恩副产科要能够一次成功 其实有办法 逐日胚胎 我才一失 紫背紫功能 我才一失 打针七轮冷冻胚胎 我才一失 所以这三个到位 要一次成功不难